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队整理出香港简报 对不起,卖空者,港元比看起来强 彭博社报告 一些投资者猜测,香港将狠快放弃盯着美元 因为美联储加息政策可能加息的路径仍不明朗 然而,一些机构建议,盯着汇率制度 允许香港的借贷成本低于美国 尽管香港金融管理局加息 但对本地经济至关重要的贷款利率 由汇丰控股和渣打银行等大银行决定 这些银行一直保持低利率而吸引借款人 汇丰银行在过去一年中紧张 其最优惠利率提高了62.5个基点 而美联储值提高了近5% 低利率是由于外国投资者 希望从中国重新开放中获利的大量资金流入 而盯着美元消除了外国储户的汇率风险 有人认为取消挂钩对中国没有帮助 因为上海已经是大陆的金融中心 不需要第二个 下一则新闻 香港首指3.5亿美元巨灾债券上市 南华早报报告 首批在香港上市的巨灾债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价值3.5亿美元 这些票据由世界银行发行 也称为保险相关证券 将支付高利率 并涵过雨地震 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有关的索赔 债券的收益被指定用于支付与此类灾害有关的保险索赔 世界银行指出 香港对希望利用亚洲深厚而多样化的资金来源的国际发行人 越来越有吸引力 下一则新闻 加密货币交易所OKX在香港申请虚拟资产牌照 南华早报报告 加密货币交易所OKX表示 他计划在香港申请虚拟资产交易许可证 随着美国引入更严格的监管 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吸引到香港 在FTX崩溃和美国监管审查之后 香港计划吸引涉及加密货币的公司 使其成为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避风港 KX将成立两个新实体 一个申请经营经纪和交易所的许可证 另一个申请信托公司服务提供者持有资产的许可证 KX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已经准备了一年多 以满足张于6月生效的香港新监管要求 香港的监管改革正值全球监管机构提高标准 而应对加密货币业务可能成为洗钱或欺诈的前线 到KX在香港设立公司之前 香港在监管部门日益关注的情况下修改了法规 但能够为零售客户提供服务仍然仅限于持牌公司 随着新的监管措施 加密货币的治理将变得清晰 自去年的市场冲击和FTX因欺诈指控而崩溃以来 该行业一直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近年来 许多加密行业专业人士离开了香港 因为香港引入了限制零售参与的自愿许可制度 下一则新闻 张国荣稀有物品首次参展 南话早报报告 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张展出以故歌手兼演员张国荣的罕见纪念品 包括他在1990年代的几场音乐会上穿的一双红色高跟鞋和一套白色羽毛套装 以及音乐和电影奖项 该展览是为了纪念他于4月1日去世20周年而组织的 该系列将向公众开放至10月9日 由张国荣的长期合作伙伴唐鹤得借出 并由他的前经理陈淑芬和两位同事策划 1980年代和90年代的粤语流行音乐国荣 以雌雄同体和华黎的表演而闻名 他患有抑鬱症 并在46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展览环包括以他的音乐 电影和电视作品为特色的视听展品 博物馆馆馆长林国辉 Bian Lam Corcafei 透露 策展人发现从章的大量作品中挑选展览的材料具有挑战性 去年 这位明星穿过的一箱 Manolo Planet细高跟鞋在西九龙 人家馆的另一场展览中展出 下一則新闻 香港地铁公司四年来首次上条票价 2.3% 南话早报报告 香港港铁公司根据鄰近城市国家唯一铁路运营商的票价调整公式 将票价提高了2.3% 新机制主要基于通货膨胀率和运输工人的工资指数 生产率因素与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利润挂钩 香港交通部长支援该公司新的票价调整机制 根据该公司铁路运营商将把每次服务中断对票价优惠基金的最高供款从2,500万港元 3.2万美元增加到4,000万港元 一项补偿乘客这些中断的新安台章生效 乘客将在四个周末享受50%的票价折扣 而不是每次旅行3%的折扣 下一則新闻 香港将接待中国1.35万亿美元财富基金的全球顾问 南华早报报告 中国国有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 CIC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香港举办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 这是该集团自14年前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大陆之外举行会议 预计该委员会将在活动期间分享有关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主题的 见解并分析全球市场状况 此次封会得到了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支持 预计官员们将提供必要的说明 包括与其他部位联络 CIC环计划在香港举办全球投资论坛 预计将吸引投资银行家和资产管理公司 下一则新闻 批评人士称 对香港田海造地的限制不成比例 南话早报报告 专家批评香港警务部门自2019年以来首次受权抗议活动 施加了不成比例和不必要的限制 反对将军老田海造地计划的小规模示威活动 必须遵守各种限制 包括将投票人数限制在100人以下 禁止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并要求参与者配戴编号标签 而警方在示威前仔细检查他们的横幅和存单 尽管一些人赞扬抗议活动的谨慎回归 但专家警告说 这种繁琐的规则可能导致公众的自我审查和对言论自由权的侵犯 到目前为止 警方本月已经向公众集会发出了24封不反对信 其中19封包括警告 以确保活动符合该国身的安全法 下一则新闻 13岁香港学生被控威胁女同学 南话早报报告 香港一所学校涉嫌一名13岁男孩涉嫌 实施多项性犯罪的法律案件 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法年龄的大规模辩论 该案是在一名同学的母亲报告说 被告对他的女儿进行威胁行为后提起的 除了威胁外 这名男孩还被指控犯有普通攻击和企图实施威胁攻击罪 虽然他已被保释 但等待进一步调查 但他周五在屯门法院面临单独的指控 与许多其他司法管核区一样 香港法律的刑事责任年龄低于其他司法管核区 少年犯条例 订明任何未满14岁的人都是未成年人 任何14岁或15岁的人都被视为年轻人 根据法律 任何年满16岁或以上的人都被归类为成年人 10岁以下的儿童被视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下一则新闻 香港消防处推出首款电动电单车试用5个月 南华早报报告 香港消防处推出试验计划 测试电池供电的快速反应电单车 两款宝马车型将在救护车仓库注册5个月 以处理紧急呼叫 现有的47辆摩托车车队将在今年年底前升级为汽油动力车型 但该部门还计划在未来5年内推出66辆电动汽车 选择这些自行车的续行里程和充电时间 这使得他们能够在3个多小时内使用可用的电源插座达到80%的容量 电池供电的摩托车车在充满电后可以行驶约130公里 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的当代移动性主管贝利路表示 为了使电动汽车在紧急服务领域获得牵引力 单次充电需要电池技术的进步才能提供与汽油动力同行相同的续行里程 路补冲说 缺乏充电基础设施和充电时间也将是重大障碍 香港制造商请电Clutch Supply正在开发其受欢迎的 救护摩托车的运核动力版本 为电动汽车增加一个小型发动机 将续行里程增加到400公里 下一则新闻 汇丰银行的索表示 收购SEB UK非常有意义 彭博写高 汇丰银行收购直谷银行英国分公司是合乎逻辑的 而不是由监管压力驱动的 汇丰银行澳大利亚分部首席执行官的Anthony Shaw表示 本月早些时候 由于加州银行失败 该银行为SEB的英国业务支付了1英镑1.2美元 引发了对其以技术为中心的客户的支持的质疑 该交易得到了汇丰银行本身20亿英镑流动性的支援 再回应对SEUK存款基础安全性的担忧时 再表示客户重视其他因素 如应用程式性能和客户服务 而不是存款和抵押贷款 谢谢收看香港简报